姚依萍是大家熟悉的舞蹈演员,她的《孔雀文明世界》,她一生都在为舞蹈事业而奋斗,为了舞蹈她十几年不吃主食,为了舞蹈她放弃了自己的婚姻。 像这样一位,为了艺术而手气爱情,家庭的人确实很少见,姚丽萍虽然没有子女,但是她却把妹妹的孩子小彩奇视为提出,想把她培养成一名优秀的舞蹈家,来继承自己的舞蹈事业,并把她带上了春晚。 2014年小彩奇在春晚的舞台上一转成名,也被网友称为小陀螺,大家都十分看好她的将来,认为在姨妈人影响和培养下,一定会成为下一个舞蹈家。 然而事与愿连,没过多久网上就爆出了小彩奇泡夜店,以及和三十岁老男友亲密的消息,后来又转战娱乐圈,这让杨丽萍非常失望,也放弃了对她的培养网友们也都很看不过去。 没了杨丽萍,她什么都不是,转圈都是杨丽萍推荐的,杨要不捧她谁会知,啊,本来舞蹈演员就不容易出名。 在大家都关心杨丽萍接班人到底是谁的时候,杨丽萍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先人接班人水月,杨丽萍表示,水月是白族人和她一样非常喜欢跳舞。 杨丽萍的学生不少,可以让杨丽萍如此赞扬,看来水月的天分与努力,必定不会令人失望。 水月如今二十三岁,她在杨丽萍的舞团中,第一只在台上表演的舞蹈,就是平坦印象中的女主角。 要知道这个角色,以往都是杨丽萍亲自上阵的,就连在台上的感觉都与杨丽萍无差。 这么年轻的演员,受到杨丽萍的大力支持,必定不负众望。 杨丽萍也间接地表示,自己算是找到了结巴人。 水月的舞蹈动作也很好看,就像是一只骄傲的孔雀公主,一举一动都带着自己的特色。 像一只骄傲的孔雀,确实和当年的杨丽萍有些相似,高挑的身材配上飘逸的长裙。 在灯光的映射下,夜散发出强大的个人气场。 水月的舞姿可以说是继承了杨丽萍的衣过,一只手衣投足都像极了杨丽萍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简直就是第二个杨丽萍啊,身材很像,长相也很像,就连那种冷清的气质都很像。 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,杨丽萍还贴心的教导水月舞蹈动作,为她一一指点,看来对水月真的非常用心。 杨丽萍表示,水月让她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自己,这应该是最大的夸奖了吧。 两人不仅在舞台上的表现很相像,就连凭日里的穿着打扮,举止谈吐,气质各方面也相当相似。 毕竟是杨丽萍一手带出来的,说她是杨丽萍的克隆体,一点都没错,你觉得杨丽萍的接班人合不合格? 杨丽萍的克隆体